我記得有一次比賽的時候被球閃了眼睛 那對球就立刻裂開了一半跌到地上 可能現在的半對球還在球場上 現在我就去練球了 平時我都會練兩至三個小時 在開季之前就會自己再加速一下 因為我都有三百多度近視和閃光 踢球的時候戴不到眼鏡 之後整個球餅撞過來,不是很危險嗎? 所以都是戴桿多的 不過戴桿會比較麻煩一點 始終踢球的時候有太陽就很容易出汗 又曬,就會曬到對桿很乾 我記得有一次比賽的時候被球閃了眼睛 那對桿就立刻裂開了一半跌到地上 可能現在的半對桿還在球場上 所以真的要趁開季之前弄一弄它 為什麼我會選擇這個月份來做Smart Pro手術呢? 因為作為足球員到結婚 這個時間是休閨期 我做完手術之後會有多些時間休息和休養 也得知至少這裡最近推出Smart Pro手術 更快更加準確 所以最終都是決定在這個時候來這裡做手術的 是嗎? 進來穿完這些手術袱其實是有少許緊張的 也沒問題的 我都相信Smart Pro的技術非常專業 聽到朋友做話是很快的 所以就沒問題的 差任嗎? 沒有差任嗎? 沒有 可以吧 好,謝謝醫生 好,剛剛終於做完這個Smart Pro了 進去的時候就有護士幫我穿這個手術袱 然後做多一點的檢查 他一上到這個手術床 其實就很快護士幫我對眼藥水 然後醫生也很有耐性 他會介紹我告訴我這個Smart Pro是怎樣做的 遮眼藥水固定我兩隻眼之後 很快就已經立即開始做這個Smart Pro了 其實感覺上是好像照了幾下 照了幾下 一出來就已經解決了 所以我現在已經很期待 急不及待可以等眼睛 完全康復 看得清楚之後就立即去做運動了 今天是我做完Smart Pro一個月之後 回來尖沙咀 其實都要複診了 其實現在我的效果都非常好 看遠視也好 看遠視也好 都是非常清楚 不會像剛剛一開始做手術一樣 對眼睛好像一致好 所以其實效果是非常好的 其實自從做完Smart Pro之後 對我的足球生涯和上司 我都發展了很大的專點 因為過往起床的時候 都是要先戴眼鏡 但其實現在起床都不需要再戴眼鏡 起床抹大雙眼看東西都已經很清楚了 平時練習之前都需要戴痕 但其實現在不需要戴痕 直接穿好鞋和衣服 可以直接出去練習 也不需要擔心下雨或出汗的時候 會醃到眼睛 因為有時戴著痕 你又令到眼睛會比較乾 你會比較嫌棄一點 你可能會怕對痕漢會爛 所以其實現在不需要戴痕 或者戴眼鏡的時候 其實對於我生活來說 或者練習的時候 都方便了很多 我都是起碼做了微笑小事 你都快點預約吧 好 ni